今年上半年一手住宅物業銷售大幅增加 為面對租金及勇金回鎮等支出顯著上升 本港龍頭地產代理美聯物業 在日公布截至6月30日 半年股東應佔日利9360萬 按年跌37.8% 每股盈利13.03先 不派中期息 美聯集團主席黃建業預料 除非中美貿易戰及本港政治事件迅速解決 否則樓價已見頂 樓價將至高位回落約5% 下半年二手成交量了錯40% 全年將差過沙士創新低 黃建業表示外有貿易戰 內有政治爭拗 特區政府以下條全年經濟增長預測至0% 本港最新失業率也微升 外界普遍預期機制下行在職 大削買家入市信心 如利淡因素持續 要注意樓市紅出沒 樓價失去上升動力 成交將持續沉底 除非中美貿易戰及本港政治事件迅速解決 否則樓價奪勢短期內建頂回調 他預計今年將從高位下跌約5% 部分急於求售的單位已減價於10% 不排除個別業主或擴大異幅 由預計中小型單位先展開跌勢 然後擴置大單位及豪宅 新界區樓價料先現跌幅 隨後蔓延至市區 他有預期二手業主持貨力強 未必急需劈價求售 下半年樓市將雪上加霜 一二手成交齊跌 二手市場成為重災區 了全年二手註冊率僅約4萬宗 將差過SARS 較2003年全年46,131宗 二手註冊低於13% 創至1996年有紀錄以來升低 相反新判開價將持續貼市 主導大市形勢不變 預計全年一手私樓註冊量 了達19,500宗 即下半年相關註冊量約7,000宗 較上半年跌至40% 有機會創至2016年上半年 5616宗後的新年半身低 美聯集團副主席王正宜表示 新一輪代理業淘汰戰一觸即法 根據下半年預測一手7,000宗成交交投 折選上半年平均持牌代理人數 即平均每34名代理增一單 競爭較上半年19名代理增一單激烈 如以下半年預測二手交投約16,48宗 即約15名代理增一單 業縣高於上半年約10名代理增一單局面 另一個龍頭代理中原集團亦公布 上半年促成總體物業成交額5,378億 佣金收入92億 愛聯倒退16% 稅後盈利5.04億元 減21% 當中中原香港上半年627.3億元佣金收入 按年減14% 當中住宅報佣金24億 公商抱餘3億 公民視一定增加 文視聴上 glance